我是伯格 康准备送凯尔的小战将 今天录个视频 跟大家说啥话题呢 就是凯尔春盆 因为咱今年已经参加了第三届 第一届 第二届 今年是第三届 这三届当中呢 第一届第二届 咱们宋利哥少 但是呢都榜上有名 虽然没非常高位 但是榜上有名 所以今天我谈这个话题 这边谈的就是 我选择卡尔春盆 所选的这右哥这个标准 是啥样的啊 但是可能跟你心目中的标准不一样 但是我呢 起码打了两年 总结了两年 今年是第三年 我就有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跟大家拿出来分享啊 首先呢 打这个卡尔春盆啊 首先这体型上的选择 太小的小体型和大体型的啊 不管多好 家族多好 直接淘汰啊 不要 龙骨太高的也淘汰啊 龙骨太低的也淘汰啊 不要这样的哥不要 因为我要的是全能型的鸽子啊 首先啊 它的体型 我要的标准体型一定要适中啊 就像这种鸽子 不大不小适中 龙骨呢 它要略长一些 体型适中 龙骨要略长 但是呢 骨的一定要硬度 不一定要出的啊 因为右鸽子的时代 当年右鸽子的一般的龙骨 它都不是太合金出的 有的鸽子拿着鸽子 我这鸽子龙骨跟筷子这样出 那都是老鸽子啊 那都是三年以上的老鸽子 像右鸽子把龙骨把它一定要硬度 鸽骨呢 一定要命和的紧啊 我这是这种选择的 肌肉一定要柔软啊 肌肉一定要柔软 所以这是我选哥的一个基本标准 完了就是家族 家族特别好啊 起码说的上代 下代 平代啊 在这赛场上都有 很好这个辉煌这个赛季 才能选手 我最理想中的鸽子啊 我最理想中的鸽子啊 我最理想中的鸽子 打开耳子最理想中的鸽子 是啥样的体型呢 我告诉大家啊 体型中的 它的龙骨这个度啊 大家是中的啊 不高不低 但是有长度 但是它龙骨的度啊 这块前圈这块 一定要高出一点的 完了它往下是直走 往这里扎 这样的鸽子往往飞高位的 为什么说这样的鸽子飞高位 这个如果这样的鸽 基本上都体型 都比较发轻啊 都比较发轻 因为啥呢 它的气囊好 这块 这块是啥地方知道吗 是龙骨的 这个 这是前圈 这个位置啊 是啥地方呢 是鸽子的肺胀 鸽子的肺胀 和心脏这块 正往下的 我们是鸽子的内障 就是咱们长得股脂的 所以这块呢 高一点啊 因为中腔高一点 它这个氧气啊 肺活量啊 它就充分 所以咱们打开尔呢 这个 270公里之前 跟我现在这些 这些公门的晒线 它是有同质晒线的 是一样晒线 但是过了 我这块 它呢 有的穿海了 有的呢 过上海关呢 穿山了 所以呢 也容易遇到 乱流的情况下 它肺活量不够 它是肯定也飞不了了 飞不了高位的 你就放心 所以呢 它这块呢 要高出一点 中腔往高一点 完了它这个这样的体型 基本上都是比较轻的啊 肌肉柔软就行 二是骨架呢 就检查呢 冰走的时候 鸽肯定要骨架检查一下啊 我的这个大拇指 按照这个鸽这个位置啊 按照这个位置 向它施加压力 嗯 这样一动 试着压力 这个压力呢 要跟这个风树啊 跟这个空气中的这个 对它的压力 是一样的 如果它不是不是来回 这烂煲了啊 这鸽就承受住压力了啊 这样的鸽呢 上去呢 它起码进养的几率是有 但是呢 咱送的少两只 还得有一部分的运气 如果这两只呢 到决赛时状态都特别好 它就从进养一只 如果这两只呢 到决赛时 绑挑车啦 受伤啦 或有病啦啊 也基本上就没戏了啊 但是我对个人的理解啊 今天谈那些话呢 完全都是我个人的经验 你觉得对 可以参考 你觉得不对啊 你就不用去参考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啊 跟大家说一声拜拜